俗话说酒病成医 我最近15年都被一个东西深深的折磨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口腔溃疡 我在家里有七八核的易可贴 还有很多很多瓶的VC和B2 这些东西对我环节我的症状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这个溃疡 不要那么频繁的出来 甚至就不要出来 我一直一直在琢磨 在研究在查很多资料 一直没有得到好的结局 直到最近我终于想得比较明白透彻了 我觉得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这个建议 首先呢我以往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其中给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 首先有六点来给你先分享一下 第一点是吃生蔬菜 然后吃水果 补充的一些 因为蔬菜的话也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煮熟了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的话不要熬夜 第三点少吃甜食 甜食吃的特别多很容易溃养 第四点 每天剪一次大便 如果没有每天剪大便 就想想你是不是吃的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 特别是想吃一些 膳食纤维多的一些蔬菜啊 是不是吃少了 第五点 减轻自己的压力 就是压力太大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怎么减轻压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 如果你感觉很累很疲倦 你就只想着当下 想着待会这一小时要做什么 不要往前想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心情愉快 那就往前多想想 之后一个月一年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啊 第六就是少吃辣椒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对我来讲还有一点是 第七点是烧烤 在睡着之前的夜宵 吃很多烧烤一定会 第二天立马会有这个溃疡 那还有一个小的建议 第九点吧 算是就是饭后你要刷牙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残留 特别是有一些辣椒 残留的话 会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帮助这个细菌滋生 其实溃疡有点像什么 就是细菌滋生 它就把你这个嘴唇咬烂了 经常我溃疡的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牙龈和牙齿的交接处 这里很容易有这个残留 很容易有这个牙垢 很容易滋生细菌 对应的这块的嘴皮 就非常容易出这个溃疡 所以呢 它其实是这个不卫生 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十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这一点 我觉得现在是挽救了我 我最近已经是一个多月 很少很少出溃疡了 本来我每周要出一个两个的 差不多是这么个频率 那是什么呢 是喝水 喝水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很难的一点在于什么 就在于你不会觉得渴 但是呢那个时候你身体其实是需要的 那我是为什么说服了我自己 就是我回想了很多时候 特别是有之前有一天 我从晚上七天中睡了两小时 只睡了两个小时啊 然后起来就生了一个 舌上伸了一个窗 就是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你睡一觉起来 就有个溃疡 并不是你白天 因为你白天你知道喝水吗 但是晚上你可能有的时候我睡8小时 睡10个小时很累睡11小时对吧 那睡的时间很长 你这期间你睡着了 你没有办法补水 这个时候溃疡就容易出来 所以 睡觉之前要多喝水 其实白天也要经常多喝水 你不要规定自己说 每天这样几次 这种东西不好规定的 但是喝水有什么样的标准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就是你喝水 你只要能喝你就喝 不是说我渴了才喝 不是说我立为渴就喝 就是我现在不渴 但是我也喝 就拿一个瓶子随时喝就可以了 每天可能会多花几块钱 但是这个东西 能够减少很多很多的痛苦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喝水的一点保持下去 养好这个习惯啊 然后呢 我觉得能够对你的溃疡 有很大的帮助 好 这是今天的一点小的建议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汪图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